亲爱的朋友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常我们用平安 来彼此的问候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但我想在这 疫情泛滥的一个 环境里面 我们就觉得平安是何等的宝贵 这段时间 这个新冠病毒 真是凶猛 席卷了全球 超过世人的想象 目前受影响的 国家 有185个国家地区受影响 也已经将近 180万的人被感染到了 已经是179万多 大概今天就会超过 180万 死亡的人数 也超过了11万 因为湖北 武汉呢 是最早发生 这个疫病的 那为了防止社区的感染呢 也就最早实施 封省 封城 对吧 那人没事 不可以上街 不可以走访亲友 标语写得很清楚 标语写的是什么呢 今年上门 明年就上坟了 那 探访亲友呢 成了生死的大事 小区的保安呢 当然也要严格的管控 这些出入的人群 看到陌生人 当然要盘查 问三个问题 你是谁 从哪来了 到哪去呢 那有人就把这个 把它post到网上 说哇 小区的保安 竟然问的是 人生哲学的问题 这话怎么说呢 我们 在平常生活的里面 其实我们也不时会问这几个问题 对吧 你看 我们接到电话 我们没有立刻听出是谁的声音 我们就问 请问你是谁呀 遇到朋友 我们也常会问 什么风把你刮来的 你打哪来呢 那孩子出门 我们肯定要问 到哪去啊 可是 可能我们也没有想到 在圣经的旧约里面 记载了一些事件 发生的事件里面呢 也包含了这几句话呢 首先在路德纪 在旧约的路德纪 第三章第八节 那边说 到了夜半 那人就是托阿斯 忽然惊醒 翻过身来 不要有女子 躺在他的脚下 他就说 你是谁 你是谁 这个出现在圣经 旧约圣经里面了 好 另外一段圣经 在四十纪那边 十九章提到 有一个老年人 他举目 看见客人 坐在城里的街上 就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我们所说的 这三个问题 三句话 圣经都在旧约圣经里面 很早以前 等于记载在 现在我们可以算是 四千年前的 将近四千年的时候 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话语 已经记载在圣经上了 所以这是生活上 应该蛮稀松平常 我们大概都会提到 问到的一些小问题 那说实在 我们生活当中 说的一点都不上心 不过是 这么点大的小问题嘛 然后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忙着 生活的琐事 而忘记了 好好思想 这看似平凡的小问题 竟然是 有大学问了 当这次的小区 或者学校的保安 来问这三个问题 把他连在一起问的时候呢 忽然间 好像人就醒悟过来 原来这不只是 生活的小问题啊 也是 这是我们生命终极性 要问的大问题 真是大灾问 你可以扩大到 以所有人为对象 那我们可以问什么呢 我们问人是谁啊 人从哪里来啊 人要往哪里去啊 那对个人来说 那我们也可以 这样的问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回答的 你是谁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往哪里去 问别人 我们也问自己 我是什么 我从哪里来 我要往哪里去 这是个人性的 那我们要回答这几个问题 乍看也不太难吧 我可以说 我是某公司的主任 我是某某单位的组长 我是某某学校的学生 那其实呢 这些都只是我们当前的身份 是外加的 对吧 一旦我们下岗了 我们离职了 我们退休了 你是谁啊 我们会不会感觉到说 我们什么都不是了 到底我是谁呢 从前有一位借差 压解一位光头强盗 到县城里面受审 他怕中途出差错呢 就将随身的东西 一一的点名 他随身带了什么呢 当然不可少的有包裹 怕下雨有雨伞 还有当然发的公文要带到 还有就是这个强盗 脖子上的家 把手跟脖子都卡住了 都把它锁住了 还有这个兔贼 还有自己我 好 他编了一个口诀 就是包裹雨伞家 公文秃头我 他就把这个口诀念起来了 背起来了 包裹雨伞家 公文秃头我 包裹雨伞家 公文秃头我 好 他已经熟练了 他就上路 那不久呢 这个狡猾的秃贼呢 当然就发现这名街差 撒不隆东的 于是趁着在客栈留宿的时候呢 就略施小计 把这个借财灌坠 而且把他头发剃光 再把家呢 就把他锁在这个借财的脖子上 自己就逃之夭夭远走高飞了 那等到这个借财酒醒了 他生怕误了大事 赶快点一点手边的东西有没有丢 包裹还在 雨伞也在旁边 那个家呢 哎 在脖子上 公文也在怀里 那秃贼到哪去了呢 他转身一看 在镜子里面 一个大光头 他一拍自己的大光头呢 就高兴的说 谢天谢地 秃贼没丢 但转念一想 他说 那我呢 我在哪呢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笑话 但其实是蕴含了很深的哲理 对吧 也就是 人都有一个终极性的焦虑 我到底是谁啊 我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啊 一开始我们 读这个 短文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 哎呀 我们比这个芥材聪明多了 但是呢 从人生的高度来看的话 我们会不会和他半斤八两 也找不到真正的我呢 因此我们还真不能轻看 这三个小问题 其实是他们 正关乎到我们人的生命的定义 和意义的大问题了 这个问题 真的很大吗 真的挺大的 你看 许多的哲学家 文学家 都想就这个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来找答案 就像近代的哲学家 海德格 他就主张 研究哲学 就要从研究人的本身开始 那他怎么认识人呢 他从人生的历程的角度来看 人生就是迈向死亡的过程了 可以看得到 投影片 有这个海德格的一个照片 可以放一下 那海德格 他看人生的最终的目的 人生最终的目的地 就是 死亡 所以这个历程 就是迈向死亡的过程 那马克思呢 马克思怎么看人呢 他当从唯物的角度来看 人就只是经济的动物而已 也有哲学家说 人是一种能使用符号的动物 当这些答案 是否只是很片面 或者没有说出 人真正的本质 这是很值得讨论对吧 但大家都会同意的 就是他们都在为人是谁找答案 而且我们发现 不只是近代哲学家 想要想通这个人生大问题 其实这个大问题 也是一个千古的问题 也就是自古以来 不论东西方的哲学家 不论东西方的哲学家 或者有思想 这些能人知识 都在寻找 人的定义和人生的意义 就如距离现在 两千三百多年前 西方的亚里斯多德 他就说 人是理性的动物 在同一时代 我们东方的孟子 则说 人与禽兽几兮 差别很微小 但差别有没有 那有的 就是在 人是讲 人义道德 人是有德性的 这是孟子 我们东方的孟子 所以西方的亚里斯多德 众理性 那东方的孟子 强调的是德性 但综合起来看 无论古今 中外 这许多观察入围的 聪明的人士 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认识神 和神的创造 就只能看到生命 或是非常渺小 或者是没有办法 真正的洞察 理解他的内涵 那今天让我们也会感到 非常的无奈 甚至悲凉 就像和孟子同时代的 庄子 他在《逍遥游》当中呢 就提到 昭菌不知会说 意思是什么 昭菌就是早晨生长的 一种菌类的植物呢 他是生存时间非常短 所以白天他才出现 到晚上呢 他已经死亡了 叫昭生暮死 那他就提到了 这个昭菌 不知会硕 那会是指到夜晚 硕是指到黎明 就是他因为太阳已经出来了 他才生长 天梅黑以前他也死了 所以真正的黎明是什么情况 晚上什么情况 这个昭菌都不知道 当然也有人解释 这个昭菌呢 是浮游的 也有可能是指浮游 浮游是一种 在池填水边的一种小飞虫 小飞虫 也是招生暮死 他生存期间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生命期是非常短的 那后来 大家大概就比较熟悉 苏氏在赤壁赋 有一句名言吧 名句 既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树 也就是他就哀叹 像那个浮游那种小飞虫 水边的小飞虫 他在这个广阔的天地当中 渺小的不得了 渺小不得了 生命的出现 短暂的不得了 不像天地似乎是 长久的存在 然后渺沧海之一树 一个小米 怎么能再跟大海来相比呢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渺小 他就哀叹我们生命 这么短暂这么渺小 那孔子当然是最诚实的说了 未知生焉知死 他坦诚 他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曾因为写老人与海 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 他借着这本书 在表达人奋斗不懈的一个精神 他一生东成名就 可以算是一个强人的代表 但是最后却把一管猎枪放到嘴里 扣动的扳机 结束了生命 27岁就担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先生 当他讨论人生意义的时候说 生命的本身 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 有什么意义可说呢 生一个人和生一个猫 一只狗有什么分别呢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一有生 而在于自己怎样的生活 因此他就认为 人生的意义是靠你努力来创造的 但他似乎忽略了 如果我们和猫狗的生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那怎么可能在后来又有创造的可能性呢 你看 有人就说蜜蜂也会创造啊 它也会有一个它的家 它的蜜蜂窝 我们人也有自己住的地方 但你看 数千年来 我们人的居所建筑物 不断地改进 到现在 有最新的绿建筑物 以及 甚至可能未来是五级建筑物等等 我们不断地在改进 但是蜜蜂窝 永远就是那个蜜蜂窝 所以 上帝赋予人的这样一个 本质是与 一般的动物是不同的 那对资质平庸的普罗大众来说呢 如果要靠我们努力 才能够表现出我们人生的意义的话 那我们一般人成就说实在都很有限 那生命的意义又在哪呢 再说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不一定跟他努力的功夫成正比 就像老人与海败 他描写的那个老渔夫 等了84天一无所获 到了第85天才钓到一条大的马铃鱼 当然他兴高采烈的就回家了 把这个大的马铃鱼就绑在船尾后 但是呢 当他一往回程路上赶的时候 这个鲨鱼群就过来 要来抢夺他的战利品 那老人又要奋战不屑 虽然最后打退鲨鱼安全返家 但那条大的马铃鱼也被鲨鱼吞吃尽尽 吞吃尽尽了 那老人拖回家的是什么呢 就只是一幅大的鱼骨架 所有的努力可以说是化为乌有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算你拥有一切 像海明威 有名有利 一切都你都得到了 但至终人还感到空虚痛苦 到一个地步 他还要死来了结 这次疫情不分东西南北 人地不分东西南北 人不分男女老少 当然我们老人 年长的老人 我们都要格外的小心了 但是染病的 我们看看 但是不表示 年轻人就完全能够安全 绝缘 不会染病 染病死亡的人数非常的惊人 我们更感受到 这个生命的渺小跟脆弱 是吧 有一个报道 也是在我们东南亚 有一个华侨 是一个富豪 他在当地 也是有非常大的生意 他的生意甚至占 那个国家七成的市场 还多角化经营 房地产 酒店银行报纸等等 但是这次也是一染病 十天以后就走了 就像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呢 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说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我们的生命仿佛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那圣经又说 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 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那你就看见 圣经很清楚讲到 人你可以尽全力赚一切 但是最后生命却失去了 你真正要得的是什么呢 所以哲学家文学家 企图为这个千古问题找答案 但是一遇到死亡的难题 你看所有的答案都会黯然失色 因此这个人生的大问题 不只是千古以来发的一个问题 它本身呢 还真是一个千古以来的问题 就如同病毒还没有解药 找到这个解药以前呢 是一样无解的 一样无解 所以小问题 也还真正是个大问题 而不只是大问题 我们也看见 千古以来不能解决 是更是一个千古的问题 那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 那牧师你刚才说 圣经也有提到生命的 这种表达的内容 那生命好像也是非常的短暂 也非常的讽刺 对不对 因为生命像一片云雾 非常短暂 赚在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 那其实很讽刺的 因为你从一生的精力 去赚取的时候 你也失去了一生的精力 而结束 所以人空手而来 空手离开 以为得到最重要的 却失去了真正重要的 那亲爱的朋友 我们可能会认为 圣经你看也只是叹息啊 没有答案啊 没有解药啊 那倒不是 不错 圣经不止这两处 甚至还有多次 论到生命的短暂 渺小 空虚的 譬如说诗篇 九十篇 第十篇 我们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 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精华的 不过是牢固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这表示什么 表示上帝知道 知道我们生命的短暂 渺小和空虚 上帝知道的 知道我们的挣扎 也知道我们的痛苦 但不要忘记了 这只是圣经所说的一小部分 圣经有更大的部分 或者说更主要 是讲上帝如何来解决 我们这些因为人的问题 所产生的挣扎和痛苦 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些人的挣扎痛苦的问题 之前 是本来不是这样 本来不是这样 那是什么一个状况呢 在创世纪 第一章二十七 二十八节那边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就照着自己的什么 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什么 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片门 地面治理这地 所以圣经在创世纪 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 你打开来 开宗明义 上帝就告诉我们说 神不但创造天地 也按着他的特性 特质来造男造女 并且安排了 伊甸园的工作 设立婚姻 和开始了家庭的制度 所以上帝是这样一位 伟大的创造主 所以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创造的能力 是吧 上帝有智慧 我们也有一些聪明才智 上帝是公义此爱 所以我们也会讲究 追求公平 追求博爱等等 不管怎么样呢 你就看见最基本的 三个问题里面 两个问题已经在创世纪打开 第一章 第二章 我们就已经看见 神已经给我们答案了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那我们基本上 答案已经告诉我们 我是从神所造 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不论是男子或女子 我们都领受了神尊贵的德性 理性和灵性 按照祂的形象里面 都带着这些的特质 带着这些特质 好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痛苦 挣扎的问题呢 圣经也告诉我们 问题当然有很多 但最根本最根本 也就是我们追根就底 也就是一定要找出这个病根子吧 那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病根子在哪呢 那就是我们看见 今天这个世界 人会迷惘 世界会混乱 国与国有战争 甚至连最相爱的家人 多少时候也会剑拔奴障 甚至势不两立 那社会上更是贪财重欲 环境污染资源缺乏 抢口罩 抢卫生纸等等 为什么搞得不像样呢 罗马书第三章23节 告诉我们一个答案 因为我们一起来读情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他不是说 世人都犯了罪 都杀人 圣经没有说 这样说 我们有一个共同 最根本的犯的罪 其实是 亏缺了神的荣耀 也就是我们都失去了 原来神按照他的形象 样式造那个 荣美的样式 本来应该有那个 不单有理性 有德性 还有灵性 但是我们理性也有不足 德性更是缺乏 灵性更是黑暗 以至于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都不及格 都已经不达标 失去了神的荣美 给我们的那份荣美 当然等而下之 就有各种的社会的罪行产生了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不达标的时候 我们的人不达标就会闯祸 那结果会可大可小 就像这次疫情怎么来呢 一种说法 是人这个贪吃 贪口腹之欲 吃这个蝙蝠 也有人说呢 是因为制造生化武器 这个病毒不小心泄露出来 那你看 不管是哪一种原因 但是回到最根本 都是人贪欲惹的祸 对吧 都是人贪心所造成的 好 那你看我们人背逆神 神怎么处置呢 神怎么来挽回我们 挽救我们呢 那圣经很清楚讲 神是公义的 也是慈爱的 他对罪不能不乏 但对罪人 他仍然怜爱疼惜 为这个缘故呢 上帝当然就为我们预备了 早早为我们预备了拯救的办法 也就是预备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以无罪之身 代替我们受罚 所以 他用的方法 是代替的方式 用他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 受我们当受的惩罚 所以当主耶稣一出来工作的时候 他的先锋 上帝派来给他 派给他的先锋 就喊着说 看哪神的羔羊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个神的羔羊 来到世上 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 也就是前两天 我们有一起纪念 主的受难 那个所谓的受难节 那我们都是纪念主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受死 那但是呢 我们可能先要问了 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来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吗 因为在从古至今 被政府判为死刑的人 也是非常非常多 对吧 那主耶稣当年是在犹太地 是罗马政府的殖民地 那他们对这样一个重刑犯 都是以十字架的这个酷刑 来惩罚的 那当时很多人也是被钉在十架上死 那他有所不同吗 有所不同 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本来是没有罪的 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舍命流血 受罚 那我们就一定会问了 那我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 不是一个普通人 只是比较倒霉 就好人不偿命的 也被抓去跟坏人犯人一起的定十字架了 关键在哪里呢 问题的关键 我们不但基督徒有一个受难节 我们还有今天的复活节 也就是我们今天庆祝主耶稣的复活 就是这次按照他 在世上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了 很感谢上帝 上帝没有说三个月三年以后复活 要不然我们肯定有很大的理由 很多理由说三个月三年 人家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把尸体被人家搬走 然后就谎称是他复活了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可以争辩的 但是他死后第三天复活 而且罗马兵守在那个墓穴前面 所以他真的是滴水不漏 不让他有任何所谓再出现的机会 那我们就看见在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就讲了这个他复活的重要性 我们一起来读秦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按照体说 从大位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那我们就看见 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会问 是神的儿子丁十字架还是普通人呢 关键就在 他有没有从死里复活 每个人死了 没有办法从死里复活 除了有一天上帝叫我们从死里复活 是吧 那我们看见 这边耶稣 他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复活节 就反过来 我们可以看见 证明到 他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 为我们受难 以神的儿子身份为我们受难 但同时 但同时因着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可以有大能 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有没有什么证据呢 正面一点的证据呢 他复活的证据呢 有的 那有好些证据 我们不能在这边一一述说了 就提一个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性的 就是当年的门徒生命的改变 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呢 门徒都四散逃跑 都吓坏了 跟了三年的老师 这个竟然三年半下来 落到这个下场 那他被捉拿 被钉石架 我们还有什么存活的机会 都四散 躲起来 但当主耶稣复活 向他们显现 他们一个一个 都被主复活的生命 所改变 以至于都成为传福音的勇士 我们就看见 主耶稣复活 使他们生命改变 四处的传扬福音 基督的信仰 才从初代第一世纪 可以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 传到我们现在 二十一世纪 如果只是一个谎言 他们在编一个谎 大家一起 我们共同说一个谎 说耶稣复活 那你耶稣复活 假如是一个谎言 他们需要 他们需要为了被威胁 罗马政府威胁 以死来威胁他们的生命 来付上这样的代价 来圆一个谎 就算有一个两个死因派 坚持 你杀了我 我也说耶稣复活 其实耶稣没有复活 我就是这样的信 但是不可能每一个人 肯定有人上有高堂老母 下有妻儿 不肯为一个谎言 付上生命的代价 大多数人家说谎 都是为了得什么好处 为了死 为了受刑罚 而且是铲死丁十字架 来说一个谎 值得吗 不值得吧 没有人会这么傻 有一个会那么傻 两个会那么傻 不会他十来个门徒 都这么傻 所以这是我们看见 他们连死都无所畏惧的 传讲主耶稣复活 告诉大家神拯救的方法 神拯救的路已经设立了 我们人应当回转归向神 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福音 亲爱的朋友 不错 世人犯罪呢 按神的定律来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死后且有审判 那为这个缘故 主耶稣才来到世上 代替我们受刑罚 那复活是为我们 预备一个新的生命 因此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张开双臂 钉在他的 让那个钉子 钉在他的手掌心的时候 一方面是替我们受了公义的惩罚 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像世上每一个人 包括你包括我 不论东方也好西方也好 都张开双臂 欢迎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 上帝接纳我们 接纳我们成为他的什么呢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告诉我们 凡接待他的 我们愿意接受耶稣 到我们心中 做我们救主的 就是所谓信耶稣的人 上帝赐我们权柄 做他的儿女 做他的儿女 那既然是做他的儿女 我们看见 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第二第三节 主耶稣也曾经告诉门徒 也告诉你我 有一天我们 这些做他儿女的 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主耶稣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我去原住处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所以意思是 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我们去哪里 天父的家 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满有盼望平安与喜乐的 回家 因此你看 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 不但满足神公义与慈爱的要求 而且更依次过的解决了世人 千古的痛苦与挣扎 是吧 我们刚才 已经看见圣经 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 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 解决了我们人痛苦挣扎的 第一个跟第二个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已经有答案了 现在我要往哪里去 也有答案了 因为天父要接我们 主耶稣要接我们 到天父为我们已经预备了家里了 已经预备好的家里了 所以我们三个问题 我是什么 我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是什么 我是按神形象跟样式造的 我从哪里来呢 生命从神的创造而来 我要往哪里去呢 回到父神的家 交账了 我们在地上 神没有叫我们 一信 一信主耶稣 我们就回到天父的家 而是 我们在地上 要有操练 我们要学习 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有一天回到天父的家里面 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要交账 上帝在神的国里面 还有许多的事 要我们一起来参与 所以你看 我是什么 我是谁啊 我从哪里来啊 我要往哪里去啊 圣经从头到尾 都给我们清楚的答案 清清楚楚地回答 我们人内心挣扎痛苦的问题 所以看 亲爱的朋友 千古的问题 终于不是问题了 终于不是问题了 感谢上帝 我们是小问题 小问题 是大问题 大问题 是千古的问题 但在耶稣基督里 在上帝的救恩里面 千古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了 所以我们 如果你愿意 可以真的说 谢谢主耶稣啊 因为你的死跟复活 我们千古的问题 终于不是问题了 然而主耶稣的拯救恩典 是客观的 已经预备好的 那我怎么样可以 有份呢 也可以 我个人也可以接受 领受 我个人可以有份呢 只有两个很简单 但是也很严肃的动作 就可以了 第一就是 我们过去因为不认识主 不认识上帝 以致从内心到行为 我们都违背他的标准 圣经称之为罪 我们应当求主饶恕我们 请他原谅 请他赦免 就像夫妻吵架 你事后知道理亏了 你只送东西给他 你的配偶绝对不会满意的 他要的其实就是你一个真心的道歉 诚心的一个愿意 说你错了 那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 上帝所看重你的事 所以圣经说 忧伤痛悔的心 他必不轻看 好 第二个动作 就是我们 就像请客 请客人到我们家 那我们总是会把家里打扫干净 才请客人来 所以我们心中的这些 原来污秽败坏 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清理干净 就求主的保血来洗尽赦免 然后我们就邀请主耶稣 进到我们内心 然后我也可以领受 他赐我的新生命 当主耶稣住在我心中 他就把一个新的生命带进我的生命的里面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亲爱的朋友 如果今天你听到上帝告诉你的好消息 我们人生千古以来的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无解的问题 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 你今天朋友也邀请你一起听 上帝的福音 好消息的话语 你如果愿意 你可以跟这位主祷告 主啊 我过去得罪你 得罪你 请你饶恕我 也请你赦免我 并且进入到我心中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下面就和大家一起做这样祷告 你愿意的话 可以跟我 跟着我一起祷告 亲爱主耶稣 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福音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流血 为我们受罪的刑罚和代价 今天我听到了福音 原来我人生的定义和意义 你早就在圣经上告诉我 我过去不认识你 得罪你 求你洁净我的心 洗净我一切的罪 请你进到我心中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带领我走一生的道路 荣耀你的名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时间就要为主席 谢谢李牧师的正道 下面我们报告事项 请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网站 ceact.ca 选择菜单最新消息 然后是报告事项 可以看到本周的各项报告事项的内容 好 下面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 我们一同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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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末道 散会